中国人的智慧 不禁让我想起了住在悬崖对面的人们 他们以前都是靠着攀爬 才能到外界跟别人接触 但是后来随着国家的迅速发展 国家为了照顾到每一寸 每一个地方的百姓 就想到为他们开辟一条山路 大家都听过一首歌 叫山路十八弯 这首歌就是说山路有多懂多复杂 但是现在我们说的这条山路 比十八弯还要多几个万 它就是中国八大盘山公路之一 恩师必挂公路 这条公路真的是弯弯转转 而且这条公路建成非常的不容易 开辟这条公路都是人工炸出来的 然后铺好建成公路 听到这里真的佩服人们的智慧与意志力 真的不敢想象 这么艰巨的任务竟然完成得这么完美 不过如果在这段公路上只要出现事故 肯定就会出现人员死亡的事情 因为路边全是悬崖峭壁 但是在这里开车走下去一路风景还是非常漂亮的哦 说到这里小编都想去走一走这条公路 这让我想起了国外一个被称为世界上的死亡公路了 一样是悬崖峭壁 我们国家把公路建得工工整整 而他们国家的路却是坑坑洼洼 高地不平 难怪事故非常多 这就是思想理念不一样 真为自己生在自己的国家感觉到骄傲 对于这条悬崖上人工炸出来的公路 中国最美死亡公路 您敢挑战吗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